特效的运用 那在这个标签 你看一下 这边有烟火 点了它就拨烟火 你看到这个 那这里有124个效果 那我特别喜欢是炫力的这个 炫力这边呢 有个效果特别喜欢 叫做气泡 有看到泡泡 那泡泡可以做什么呢 来 我把它拉到360度 这里 对齐 来 这个是FX 我就把它拉到这里来 你看一下效果 在拨的时候呢 就会跑出什么 气泡 你看见吗 这气泡就是我们这个影片里面的气泡 我还可以再加 怎么没有了 因为气泡只加这里 如果你要加很长的时间 那就要滑水泡移到边界来 做什么 对 拉长 没错 那这段我拉气泡 我还有别的呢 我们看全部吧 全部内容 这里有一大堆效果 这个 还有什么水中涟瘾 倒影 来 那这泽射气泡 另外一种的 那这个什么 花园跟袜子 有没有 圣诞节到了 效果可以加这个 这一大堆效果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这个 这一颗 可以加叫附叠工坊 植物母画面 这里 这里有99个 有看见吗 然后可以拉 比如说我这个 我往下拉它看 来 怎么想加个闪光呢 闪光呢 比如这里加个光运 这里 拉到这里来 来 这里不能放 就放到2的地方 看见吗 那这时间你在播这个的时候就出现光阴在这里 可以加 来我们再看第四个 你点点看它告诉我 这光会上闪哦 那不要拉这种的 你拉这种的话会怎样 把我们的画面盖掉哦 就看不见了啊 来 这段就不要 所以在选效果的时候按delete删掉 哎呦 怎么不让我delete呢 还在等它一下 来 你选效果要选什么 背景黑黑的 这种就可以 来播看看 就可以闪过去了 看见吗 后面闪光 来 有没有可以再选 这里有一大堆的效果可以选 比如说好多的站 按站啊 来 拉下来 我在这个时间 我要按站哦 所以播看看 啊 站就出来了 啊 这逸光弹 就像这样逸光弹 我拉到这里来 我这边照片在秀的时候 我也加逸光弹 拉到这里来 来看这里 看这一段开始播 这个就时间的观念啊 一开始播片头 播影片 那我们逸光弹效果在这里 来播看看吧 逸光弹呢 在这里 不过它不是太明显 也还好 你看见吗 这边有拉 我们看这边 那老师很喜欢这个哦 这个叫星轨 在这个的地方 星轨我想加哪 你可以自己 老师我想在这里加星轨 播看看吧 要加星轨的效果 好 再往下看 好多哦 闪电啊 问你爱心 对 那这边可以再选 我也很喜欢这个萤火虫效果 我觉得它很棒 很美 拉下来 这段加萤火虫效果 对 这道一点点 没错 如果你要修改的话 在哪里呢 叫 设计师 好 背景图在这里 下来一点 这里 因为我从光 老师我光源要在上面 可以啊 那就变这样 那刚刚这个也一样 每个效果都可以改的 来 点设计师 你看一下 老师我觉得在发光的时候呢 播看看 老师我觉得光源在下面 来来来 在这里 你是谁 点了就知道 哦 你是新鬼对不对 你是谁 这个是这一个 那这里呢 4是谁 哦 再来 4 3 0 6 最下面一个0吧 4 这个 这都可以调整 都可以调整位置 哦 这个找到了 我这个摆中间这里就好了 所以呢 再拨看看 有看见吗 哦 所以每个效果都可以拉 所以这边呢 我刚刚跟你讲这三个哦 你这边可以慢慢选 针对你喜欢的合适的效果 拉下来的时候 你可以拉到什么 来 老师我这边要加樱花 拉到这一段来加樱花 那如果樱花太多了 时间可以长一点 那樱花修改点设计师 对不对 这边有一朵两朵 老师两个太多了 按Delete就可以删掉 那就剩这个 不过这样 这样就会少一半了啦 哦 不过还是有点多 来 老师软花呢 删掉就不要咯 这边你都可以一直来 老师我这边的过程 我想加这个旁边让闪 这太多 这个就好了 好 拉到这一段来 从这里到后面 这一段就加那个效果 来 从这里拨看看 就加这个效果了 来 这里你花点时间 可以把它看一看 可以加你想要效果 来 好 好 好 谢谢观看